欧美股市昨天大跌 雅股今天也普遍重挫 不过台股很争气 相对抗跌是以小跌44点作收 秦州苹果概念股里的大力光 股价在盘中更是创下一年来新高 鸿海也撑住以小红作收 欧巴马去任后 市场人担心财政悬崖 相对于美股大跌300多点 台股8号开盘跌58点 在雅股中相对日本香港跌的不会太重 台股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跌幅其实大致上还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一波它的季期比较低 10月份台股是全球股市跌幅比较重的 跌幅高达7.1%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讯息 包括10月份营收有一些指标的公司 一些跌升的股票 不管是像太阳人 生机类股 这边都有一些维系投机资金 投资资金的一个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台股在这边 应该不至于很大幅的跌破7点点的整数关卡 全职股台积电在平盘上游走 苹果7号股价纵挫近4% 红海开低走高收小红 也没有跟进苹果大跌 业绩股成红大立光走势更是漂亮 股王大立光今天早盘最高标志726元 创一年来新高 受惠欧巴马当选后的政策 8号盘面上太阳能股中绿能涨停 周美金也上涨 分析师表示年底为止 台股仍在7000到7400徘徊 建议投资人可以逢低进场 这个市场是一个利多利空 交杂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7000到7000市 投资人在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上面 其实是要稳守自己 对于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操作原则 就是往下期间点 其实是比较属于逢低承接的一个 一个有利点 往上期间点 7000市的话恐怕就是比较 逢高调节的动作 18大荣重登场 市场期待中国大陆将推出新的财政政策 让中概股受惠 市场7号看美国大选 8号则关注中国大陆18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 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